下一招 群星败月 好了 都记住了 自个儿练吧 师父 记住是记住了 不过还是不大懂 这样练下去的话 只有情形 而未达其异 不是白费功夫吗 那我现在问你 你哪里不懂 说不上来 就是不大懂 你看啊 不先描其形 你连哪个意不懂 都弄不清楚 你先练个轮廓 等知道哪里不懂时 再来问我 我还要去操练炎小狼呢 多练就好了 练吧 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吗 四爷 这套剑法 行于流水 极为的自然巧妙 每每以四两之躯 可以力拔千斤 但是想要把优美的动作 换成可以伤人的招式 实在是颇余挑战 加之要义抽象 理解起来我也是时分的困难 比如说这招 这招叫擎兰分水 所谓擎兰分水 就是微风浮过水面 荡起层层涟漪的感觉 下一招 群星败月 阿杰 看来我来的真不是时候 怎么了 你确实来的不是时候 你什么时候下车 巧了 我和燕老聊的投机 一时半会儿回不去 留你在山上也行 但不要打扰我师妹练剑 四爷放心 我自有打扰 阿杰 等你完事了 告诉我 我陪你去后生财业固 哦